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很善于捞钱 但他的钱是要花在他的野心和事业上的 他自己生活一切需要由本体解决 别墅 汽车 古董他都有许多 他还运用特务手段 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干的事情 除霸占别人的欺视 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是戴笠为人的一个特点 马震独戴笠戴笠很浩子 自他劫发妻子并死后 他未再婚 却不断地用他的女部下和部署人员的欺视 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与他很熟悉的唐纵 曾在日记中写道 戴笠最大的毛病就是艾瑟 他不但到处有女人 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造白 这使他私德方面 最容易令人灰心 在戴的一生中 这方面闹出过多起风波 比较出名的有 他与女秘书于书恒的关系 他曾很喜欢于 据说准备与她结婚 自己演一朵话名雨龙 送她赴美深造 希望她成为送美灵士的女性 他亲自送她到香港 不料却被干应警察扣留 经香港区长王新恒接报奖刑 十 守处于英国驻华大使才的托身 于书恒后来 著名领星蝴蝶因珠宝被抖 托人找戴笠帮忙 一下又被戴看上 他使尽办法为她找宝 不惜再重金注满一波美人一笑 的确也感动了蝴蝶 戴笠把胡的丈夫 派为货业管理局驻昆明专员 打发到外地 又给蝴蝶盖别墅修花园 终于达到了目的 此后她对于书恒也简单忘了 据审罪回忆说 戴笠与蝴蝶将好时 有一次当她面签署文件写了鱼龙 刚写一半被蝴蝶按了一声 她立即在鱼字下夹了一横 此后 戴笠又有一个新话名叫金龙 这说明戴是很会讨女人欢心的 蝴蝶至于她记住你部下 不属妻女 就是司空见惯了事 无法一一考据了 其中如女特务邹志英 因为被抛弃而与她大吵大闹 最后竟被她关进了西风集中营 在手下的总务处处长沈罪曾写书透露 几年中 想处理这种意外的事件 前后共有七八次之多 都是与戴笠发生关系后要嫁给她 有的赖在床上不起身 有的躺在地毯上要死要活 由此可见 国民党军官腐败程度之深 编辑 继我鲁学社青年会会员 申襄阳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怎么办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 będ是arks